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我是莊順發 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現在又有新動作了 不過還好他這一次不是要按按鈕發射飛彈 他這次要幹嘛呢 他其實也不是說要槍斃啦 或者是炮擊 甚至放狗咬死那些 他看不順眼不開心的人 他這一次是要組一個女子樂團 就是那種會唱歌又會跳跳舞的那種女生的團體 因為他們在2012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組了一個叫牡丹風的樂團 那這個樂團當然表演得非常好 也歌頌他們的國家 歌頌他們的領導人 現在他們要再組一個叫做清風樂團 而且希望他們可以跟南韓的這個少女時代來較勁 到底他們這個清風樂團 他們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他們是不是一樣要來歌頌他們的金正恩呢 首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媒體工作者康仁俊 孫芳好 大家好 軍情與航空網站總編施孝維 孫芳好 大家好 高山探險作家劉川玉 主持人大家好 網路觀察家朱學恒 各位大家好 我們可以提到這個2012年的時候 北韓就組了這個牡丹風的這個女子團體 當然他們進歌熱舞啊 在表演的時候都讓外界耳目一新 尤其他們在表演的時候一定會穿插什麼呢 就是要讚揚他們的國家啦 歌頌他們的金正恩這樣的方式 不過也不曉得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金正恩現在看得不順眼 或是他又不喜歡哪一個女生 現在這個團體好像不見了 身穿超辣短裙 腳等高跟鞋的女子樂團 正式被外界稱為北朝鮮少女時代的牡丹風 在領導人金正恩的一手推動下 象徵國家轉型的女團 雖然宗旨還是不離政治宣導 但西化的舞台效果 倒也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不過這個樂團 據傳可能因結婚或驅逐出境等原因而解散 根據南韓媒體韓聯社的報導 北朝鮮國營電視台 原先專門播放牡丹風樂團演出的節目 也就是牡丹風樂團演出精選 從7月15號起開始改名為牡丹風樂團音樂 等於是指紋樂聲不見其人 本來能在節目中看到成員的倩影 現在已被風景或街景等內容取代 有分析指出 過去北朝鮮多以剪輯畫面的方式 間接傳達黨內幹部遭清洗的事實 再加上近期新成立的清風樂團曝光率大增 因此牡丹風身影的消失 可能意味著遭到撤換甚至是枕肅 牡丹風這個樂團好像已經被三陣出局了 現在這個清風樂團要來接手 要來上場了 不過聽說這個牡丹風樂團 其實每一個成員都是18班無意 樣樣精通 既然這麼厲害 為什麼還會被取代呢 瑞德哥 對 沒錯 事實上金正恩的初戀情人 也是出自於銀河學管弦樂團 所以他很喜歡這個樂團 而且有什麼樂團 什麼樂團 顯然他對音樂在瑞士留學的時候 對這個音樂特別有興趣 所以他2012年的時候 清典成立這個 牡丹風女子管弦樂團就對了 那這幾個女孩子呢 他們非常特別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穿著迷你裙 以前感覺說裙子要到膝蓋一下 北韓穿迷你裙不是很誇張嗎 穿高跟鞋 然後拿個樂器這樣 演奏 唱歌 表演 非常的OK 嚇 那時候還出來的時候嚇得大家一跳 哇 從他迷你裙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 照理來講可以看得出 北韓開放的態度 對不對 就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當時他們出來的 果然一炮而紅 包括2012 包括2013的表演 都是很棒的 2013的表演最讓人家耳目一新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在歌頌金正恩大將軍 偉大的金正恩同志 偉大的領導人就對了 什麼你可以讓我那麼喜歡您 你知道嗎 然後一般面在歌頌的時候 那後面當然就是金正恩大將軍 你可以想像嗎 前面幾個漂亮的穿迷你裙的女孩子 然後在唱歌的過程當中 後面是飛機大砲兼飛彈試射 砰砰 炸得亂七八糟 然後飛彈射出去爆炸的時候 射中目標的時候 台下的人狂鼓掌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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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於穿西裝的男士全部叫起來 然後揮手 女孩子 哇 清洗落狂這樣子 這個就當時這個牡丹峰樂團的時候 他表演的時候給大家這種感覺 而且在北韓各地 鬧軍的那種場面呢 我們看到的畫面也是這個樣子 受到非常大的一個歡迎啊 甚至於在北韓的中央電視台呢 他們自己本身每一天都有一到兩次 專門播這個牡丹峰樂團啊 他們在表演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鬧軍的時候呢 這些宣傳的影帶等等喔 每天喔 可是最近變了 為什麼 最近突然間節目名稱改了 多一個牡丹峰樂團 女子樂團音樂 你知道嗎 為什麼多這個音樂 因為呢 因為可以聽得到音樂 可是呢你卻看不到人 人不見了 人就變成了軍演 變成飛機 然後就變成飛彈 就不一樣了 我們各位解釋一下 事實上這個牡丹峰樂團 就是其實是仿效於韓國的少女時代 所以呢你看喔 裙子當然還可以再高一點 因為南韓這部分呢 事實上北韓 如果要贏南韓 至少裙子要高一點 然後呢除此之外呢 很多的動作 都是仿效這個 所謂的韓國的少女時代 那你可以跟 當年跟這個金正恩大將軍 那種握手啊 那種勉腆害羞 那種金正恩大將軍心多高興 對不對喔 可是你看食不我語啊 為什麼呢 也不過短短幾年的時間 突然間整個樂團 這些人的部分不見了 只聞樓梯響 只聽到聲音 對啊為什麼會這樣 人就跑到那裡去了 為什麼 而就在這個時候突然間 弄出了一個清風管弦樂團 那清風同管樂團呢 事實上以同管樂為主喔 然後呢 有意思是他 處女秀出來表演的時候呢 還把這個山寨版的米老鼠 還有維尼小熊 全部都弄出來了 迪士尼的東西全部都弄出來了 那有趣的是 他自己本身在今天 北韓在今天還針對 要求美軍退出南韓 你知道嗎 可是他們自己卻用山寨版 美國人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然後呢 這個清風樂團出來了以後 就很多人有一種想像 就是說 會不會金正恩大將軍喜心厭舊 突然間又喜歡上 清風樂團的這幾個 等於說漂亮的女孩子 這種表演方式 所以就把牡丹風樂團 這些人給get over了 那當然有些傳言說 牡丹風樂團裡面有些人 是跟高幹走得太近 高幹是不是失事被整肃對不對 所以連帶的被驅逐出境 還是被關起來 還是被抓起來 還是有的跑去結婚等等 所以人不夠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說 確實清風樂團 它整個剷生了以後 那麼就變成 落軍也好 公開的政治宣傳也好 就改成這個 所謂的清風樂團了 這個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個現實 那事實上呢 除了牡丹風樂團 還有清風樂團之外 之前銀河水對不對 那銀河水是因為有些人去拍A片 拍A片 所以被人家用機關槍掃射 金正恩下令用機關槍掃射 把他們這些成員都打死 不管男女喔 那麼事實上 在目前全世界 大概有六萬五千名左右的 北韓的相關的女孩子 他們自主在海外 自主各式各樣的樂團 你說她是山寨版的少女時代 也可以 那有些人乾脆就模仿 這幾天很夯這個 牡丹風樂團嘛 那麼他們在哪裡呢 特別是在中國的邊境 或者是在越南等地的餐廳等等 東南亞一些餐廳 他們幹嘛 他們能夠打鼓 然後能彈吉他 然後呢 能拉小提琴 可以彈鋼琴 什麼都可以 然後做表演一次也大概是 六到七名的女孩子 一起表演 而且其實北韓的女孩子 其實長得都還不錯 還不錯 她有一種比較純樸的那種 那種感覺 而且每個人皮膚都白啊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在我們狀況之下呢 這六萬五千名的這些女子樂團 事實上在全世界大概有四十幾個國家 每一年為北韓賺近兩億三千多萬美元的外匯 這麼多 對 所以他們對這個北韓 事實上也有一些 等於說外匯上面的一個貢獻就對了 那他們自己本身也知道 他們雖然人在國外 但是還是有這個相關的這些 所謂共產黨的這個組織 不是你就可以趴趴走 然後就可以去從事自己的行為 沒有 還是管制的非常嚴格 但是呢 事實上即便如此啦 也包括金正恩的兄弟 金正哲啊 也是讓人家發現 因為他也是音樂 非常酷號音樂的 也被人家發現出現在英國倫敦的那種 等於說歌劇院啊 相關的演唱會 他都有參加 而且參加的時候 旁邊都是一群保鏢 然後有一定有一位美女 美女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他每天晚上住的那種高檔五六星級飯店 一個晚上 鎖架至少要九萬多的新台幣 比較現在 你看北韓現在人民等於說 激寒交迫 痛苦成那個樣子 形成最大的諷刺 其實在北韓 真的是這個金正恩 他說了算 不過我自己就不相信 他有一個一點他一定做不到 就這個隕石 要不要飛到地球來 他絕對不能決定 在泰國其實在前幾天 就發生有疑似這個隕石墜落 所產生的一道白色曙光 讓當地人都嚇了一跳 尤其泰國他們認為說 這個隕石墜落好像是不好的征兆 難道泰國真的要倒大霉了嗎 其實順法你知道 對於古代人來講 以前青天間就是負責觀測天象的異常 然後禀告給皇帝說 不好意思皇帝現在有出現地心 受到侵犯的狀況 所以皇帝要沐浴近身 去泰山拜拜等等等等 那這一次泰國 其實他也是在9月7號的時候 早上上班時間左右 那有一個衛星工程師 偏巧還是高科技領域的衛星工程師 開車上班的時候你就看到 他說我的行車記錄器 清清楚楚的照到有一個火流星 因為在白天一般來講 是看不到流星的 對啊 那沒想到這個流星不但發亮發熱 而且到最後其實是非常非常劇烈的燃燒 有點像爆炸的感覺 對 所以當時這個工程師就嚇到 他想說哇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看到 你看畫面上 看起來天空很藍對不對 對啊 然後開著開著 忽然之間他就看到了 天上有一道痕跡 沒想到火球越來越大 對 而且最後幸好最後沒有造成傷亡 然後最後擴張那個大火球呢 大概是這一個火流星 已經燃燒殆盡 最後的畫面 甚至可能有一點分裂 所以才沒有造成地面的傷害 對 但對泰國人來講 很多人就講說 我國最近的獲釋瓶人 四面佛附近被人家放大袋 然後我的旅遊業受到影響 然後再來就我們之前要修憲 又通不過 軍政府又在蠢蠢欲動 那現在的狀況很多泰國人講說 糟糕了 難道我國真的是天有意象國之不祥 那接下來到底大家要怎麼辦 對啊其實我們知道說 有時候到晚上的時候我們看看天空 很多星星看起來好美 如果不小心看到流星 大家趕快許個願都是好徵兆 不過如果真的看到隕石 那真的怕死人 那其實我們要來談一個案例 在1908年的時候 在俄羅斯曾經發生一個大爆炸 這個威力相當於2000萬噸的炸藥爆炸 當時就有人說 是不是也是隕石墜落所造成的呢 但俄羅斯真的比較倒楣 所以我們在講1908年那件事情之前 回來講2013年車禮亞賓斯克 車禮亞賓斯克的這一次發生在 2013年的2月15號又是早上 9點15分 也是早上喔 就你上班時候會覺得很不爽的時候 對不對 但這一次的事件 大概是近代被目擊到 被大量的行車技術器 所目擊到的一個事件 你看畫面上 他背後拖那道尾巴拖多大 而且重要是因為他真的非常亮 所以你看他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因為他的光是 他其實沒有真正大碎片落地喔 光是滑過的音爆跟衝擊波 因為據說他切入大氣層的時候 速度高達5萬4千公里每小時 所以你看這樣一道滑過去之後 所有的正波衝擊波跟多次音爆 造成了附近非常多的建築物搖晃 玻璃破碎 然後據說俄羅斯估計 這一次的撞擊大概有10億盧布以上 而且還沒有認真的撞擊 也就是大部分的碎片 是在高空70公里就爆炸了 那大概是50萬噸的TNT 所以它沒有造成地震以上明確的顯示 所以這一次我們必須要講 大概是近代以來被最多的行車紀錄器 跟攝影機所目擊的一次大的隕石事件 但讓大家不禁要想俄羅斯 是不是它就是手氣比較不好 老是遇到這種事情 對因為剛剛有提到這個1908年 是不是也有一次 到底是不是隕石好像還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1908年這個事情就更荒謬了 荒謬的原因是在於明明是一次非常大的爆炸 我講一下這個規模 它有2100多平方公里的樹木 8000萬顆全部倒伏 然後倒伏到什麼程度呢 是大概數年之後 因為通古斯那一區其實是非常荒涼的 所以當時俄羅斯科學院也是搞了好一段時間 才有科學家說我們基於俄羅斯政府 未來發展可能會需要隕鐵 就是隕石裡面的鐵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那邊做調查 大概十幾年之後 這個俄羅斯科學院的專家才到現場 看到現場就像這樣子 那個樹還是大規模的倒伏 都還是倒在那裡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這麼嚴重的狀況 50公里區域的森林都燒掉了 變焦黑 十幾年之後去看還是焦黑 那應該找到運石坑吧 對啊 應該是完全找不到 甚至當地人還想說 這裡有一塊湖 我們把它抽乾了 看裡面到底有沒有隕石 沒有 完全找不到碎片 怎麼這麼奇怪 所以就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陰謀論就出來 你看 是一顆隕石落下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車裡亞賓斯科那個是空中爆炸 是 但這一次有這麼大規模 根據事後的推算估計 那等於1000顆廣島原子彈 那很恐怖 你想想看這種規模之下 有很多人說是不是核爆炸 對啊 或是外星人攻擊 或者是飛碟爆炸等等等等 但問題就在於完全找不到痕跡 也沒有證據 你就只有那個爆炸之後的殘留痕跡 那甚至還有人說他們找到很多的小顆玻璃珠 可能是因為當時化過大氣層 產生的高熱所誕生的 那大家就要問 那如果大家講的會真會議 一定是隕石爆炸的話 隕石碎片在哪 對 也找不到 這幾天我們在討論是 就是有科學家聲稱 他們可能找到了當時的隕石 掉到一個湖裡面 很有可能這個碎片就是懸蕩 大概一百餘年的通古斯大爆炸的解答 可是因為這個化驗的過程 還沒有完成 所以現代科學家還說 我們只能繼續的看下去 近幾年來有很多的電影都演到 包括什麼 彙星撞地球 彙星撞地球 等等的這些情節 不過在片中 其實人類都還蠻幸運的 在最後一定可以化險為夷 逃過一劫 不過如果真的 你的眼睛看到前面的時候 這個隕石朝著你過來的時候 怎麼辦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其實都小case 從天空中畫過一道流星 在天空中這麼遠 可是如果你今天坐在一個椅子前面 然後突然看到你的前面的玻璃 有一個物體從小中慢慢越大越大 就對著你而來 我跟你說你怕也怕死 你知道嗎 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其實我跟你講 這是真實發生的一個 真實的事情 廣告的評刷 這個影片其實在2013年 你可以從這個畫面上面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求職的 其實它那個廣告的內容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個公司的主管 就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開始面試一些求職者 然後主管的背後 其實是一個monitor 但是沒有講的時候 大家以為說後面其實是一個窗戶 你知道嗎 那這個景色也都沒變 突然你有沒有看到 遠遠的突然就一個這個 開始有這個這個 就下來 有一個火球這樣往下掉對不對 然後你看 掉下來之後呢 炸到 這個主管 因為其實面試者坐在那個地方之後 完蛋了 東西掉下來了 那個主管還被 哇一回頭看 嚇死了你看 馬上離開座位 然後搭下來 你有沒有看過電影 所以你看到那個電影 你那個隕石或衛星掉下來之後 不是會這樣 哇 一個一個這樣炸開對不對 畫面上所呈現就是這樣 所有的這個求職者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有沒有 就是當時的這個影片 嚇死啊 所有的通通都被拍下來 可是呢 我剛剛講說這是一個廣告的片段 為什麼 這是一個南韓的電器業者 他為了要表達說 他們的那個顯示器的畫質 多好多棒 跟外面你看到真實的世界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設計了這樣一個片段 那這些求職者呢 我們剛剛講嘛 因為它是一個廣告嘛 或許這個 不知道他這些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假的 但是你看他們那個驚悚的畫面呢 完全就呈現在 你看還有人跪在地上 大劍的 哎呀 公虛喔 搬水啦 自己的機器 還好喔 這個廣告真的是 只是一個廣告 不是真實事件 不過其實現在在電影中 有一些情節 也在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來發生了 像是大家應該都可能看過 這個不可能任務 這個男主角湯姆克爾斯 他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他就戴了一個人皮的這個面具 好像變了一個臉喔 然後去執行任務 現在在美國CIA的探員喔 也有人變裝要去做任務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不是很羨慕 A dishonesty that poisons everything I think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Stop talking Nothing Pull the car It's such a nice car And just Do it 電影中戴一個面具 好像就變了一個人 而且Towns Kroos 好像每次任務都會成功 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 這個CIA的探員 還是被抓到的人 真的有用嗎 如果從電影上面看 會覺得CIA的這個幹員 特別厲害你知道嗎 不只戴上人品面具 之後換了一個人 身高可以改變 體重可以改變 聲音也可以改變 連聲音都可以改變 而且連功威 氣供 旁邊的人都認不出來 真的是太嘲笑 比方說話 模仿你仁俊哥 我就會變成你完全一模一樣的樣子 然後聲音都一樣 你模仿我就委屈你了 不要這樣說 但是俄羅斯最近抓到 公布了一個影片說 我們抓到了三個 美國CIA的這個探員 而且他們是經過變裝 什麼叫做變裝你知道嗎 看電影上面 其實我跟你講 Towns Kroos其實遜多了 遜多了 他男生只能扮演男生 但是這一次俄羅斯所公布的 這一個俄羅斯都來了 俄羅斯 俄羅斯所公布的這個影片裡面 居然是有男生化妝成女生 這麼厲害 而且連膚色都改變了 有沒有看到 看到我們畫面上這個 探員這個芬妮根 這位他其實本來是一個白人的男性 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 但是被抓到的時候 變成這副德性 有厲害嗎 連臉型都改變了 變了一個黑人 變了一個黑人你知道嗎 然後他旁邊也有CIA 總共是三個人 三個人 你會說 俄羅斯這麼厲害啊 居然能夠抓得到CIA這種探員 連這樣 我說真的 這樣怎麼看得出來啊 誰知道誰是誰啊 對啊 俄羅斯可驕傲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當然非常厲害啊 因為我們到處都有監視器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個探員 其實在俄羅斯一家餐廳裡面用餐 你知道嗎 那本來吃飯的時候呢 本來是兩個男生你知道嗎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到 有人先穿著女裝走進去 結果出來的時候變成男裝 他們因此這樣循現了 就說不對啊 你這一定有問題 你知道嗎 結果在一抓的時候 才發現這三個 原來都是要潛進俄羅斯裡面呢 去收集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情報任務 好 那現在大概一定講說 按照電影的情節來講 像這種探員只要被抓到 一定會被嚴刑拷打 要不然就抓到監獄裡面進水龍 對不對 結果發現沒有 因為俄羅斯說 不然我們的作法 其實也沒這麼粗差 我們大概通常找到了之後呢 也不會對他怎麼樣 通常就是請他離境 但是呢 這一次特別要公佈 會公佈起來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有沒有 這真的是在現實生活中 很難想像 因為你橡膠在 怎麼可以做 可以做到那個皮膚上面 那個汗毛有沒有 可以做到這麼細 我真的是不覺得 因為沒什麼可能嘛 沒什麼可能也有點問題 才會不會出來 不過俄羅斯就講說 你不要小看我們的監視器 我們監視器非常厲害 你知道嗎 我們這幾年來 總共抓到兩百多個啊 抓兩百多個 不是這三個啊 這三個是因為他變裝 我們特別把它弄出來 剛剛大家知道說 不要想糊弄我們偉大的俄羅斯戰鬥民族 但是呢 他就講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透過外交走斷 把這個公佈出來 也是希望像美國的CIA知道說 沒事不要再找人混進來 你一直要再混進來 我們一樣都抓得到 沒有錯 這個人皮啦 或是變裝 其實都還是會有一點點破綻的 就像是一些人 他們想說做壞事了 沒有人知道 其實都還是會被人家知道的 在台灣就有一個盜墓集團 他們專門找這個往生者的麻煩 他們就去盜墓偷他們的東西 他想說往生者 他如果不會說話 不會報案 不過現在他們還是被警察抓了 而且判刑了 而且根據了解瑞爾哥 那以往盜墓 我們想說拿那個圓敲 把那個墓敲開之後再偷東西 聽說他們手法更高明 對沒有錯 這個叫做一化盜墓 什麼叫一化盜墓 大白天沒事做 裝作這個去掃墓的人 所以呢就帶了一個手機 相關的一個物品 到了這個地方以後呢 就給他打卡定位 打 就給APP定位 為什麼要APP定位 因為你搬手機 搬東西 沒手電 沒電 可以摸到這個地方 摸進去 看了這個手機就知道說 大概在什麼地方 我就知道是哪個墳墓 因為我白天已經選定 是在哪個墳墓 要準備要盜墓嘛 所以呢他們總共 這以正姓男子為首的 這個四個年輕人 年紀都二十幾歲而已 二十幾歲而已 都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呢 不務正業 不好好地去賺錢 結果呢 半夜的時候呢 來盜墓 總共在七個月之內 到了一百二十七座墓 這麼多 從新北市桃園 一直到雲林南投 到處去盜墓 可是他們盜墓的方式呢 你不要以為他們盜過墓 你知道他盜過墓 你不知道啊 為什麼這一次會破案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阿桑有沒有 他走過墓園的時候呢 結果呢 臨時想要去放流 又快了 又快想要放流 那墓區要找一個 比較隱蔽的地方嘛 對不對 怕怕怕 不小心 一腳踩進去 嚇了一大跳 為什麼 因為他的腳 身體掉進去的墳墓裡面 你搓一下 搓一下以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墓被人家 等於說破壞弄個洞 你知道嗎 他們盜墓的方式 其實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 要把整個墓破壞了以後 再把那個棺材蓋給掀開 然後再從不是這個樣子了 這樣會被人家發現 所以他們是用怎麼樣的盜墓呢 其實包括現在最新的科技 都是用這個金屬探測器等等 那他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人 大概埋葬下去了以後 那個位置 你的是什麼方位嘛 你的手跟你的這個胸前 會在什麼方位 可能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事先有的還要用金屬探測器 知道說這哪一邊對不對 從這個地方挖洞 挖洞了以後呢 只要手伸進去對不對 手伸進去而已 比較夭壽 不怕死的 手伸進去 那有的是用勾子 勾這樣子 那所以呢 他們這樣破壞了以後 是不是有一個洞 那外表的這個土啊 跟這個草都有個洞 他就把這個草整個掩蓋回去 然後用這種方式 所以呢 你不注意看 你還神不知鬼不覺 那通常啊 因為一般人 你除了掃墓之外 你不會去自己的夢 不會去自己的做生的夢 對不對 長輩的墓你不會去 所以每次等到發現的時候 都是掃墓錢 一發現就三四十座被盜了 這樣子喔 你才會發現 所以這一次呢 他們盜墓還自以為 你說不會怕 也是會怕啦 為什麼呢 他要盜墓之前 這四個年輕小伙子 竟然都會在人家 目前現役鞠躬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不要來拿你的東西 我不要在你家 幫你照樣一下 要賭廚就是廚嘛 來幫你照樣一下 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 他自認為這樣 心裡就安慰一點 人家裡面的生公 幽靈鬼魂 他就不會來騷擾他們 他們總共到了一百二十幾桌 末了以後呢 後來被逮到了以後呢 事實上 為什麼會逮到他們 因為都被 只要掉附近的那個監視露營器 就好了 掉了以後發現 這個公墓旁邊呢 怎麼會有年輕人 這個地方 幾天有一輛車子 幾個年輕人經過 再調其他被盜墓過的公墓 也是這幾個 交叉比對 就是他們了 所以呢這四個人呢 事實上呢 拿到的錢大概已經有超過一千多萬 他們盜墓只選擇老墓 也就是埋葬已經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啊 因為他們說啊 最近因為啊 除了這個土葬的人少之外 最近不景氣 不景氣 金價漲 很多子孫也用雞金 用雞金嗎 所以他們已經盜墓 他們已經盜墓 結果呢 挖到的是假金子 假的 結果沒想到你的驚孫啊 這些不下子孫也用假金 然後去冒充真金來 想說啊 我的老婆老婆 阿公阿嬤不會假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盜到了假金 賣不到錢 所以他們後來全 而且呢 心目啊會腐爛會臭嘛 所以到五年以上的老婆 他認為說這樣子的 得逞的這個機會啊 然後到到金真金的機會 比較大 就這樣子已經盜到一千多萬 你知道嗎 這樣就一千多萬 都拿去買什麼 搖頭玩K他命毒品 所以吸毒的人最無情 你知道嗎 因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一起 他們在剛剛講的這一期啊 祖賢判了五年 其實他判兩年兩個月 不等喔 法官都不准他們緩刑 就給我去關 一定要關 一定要關 給你教訓就對了 那另外一起其實也是一樣 另外一起啊 他到的那個總坟墓宿呢 雖然沒有那麼多 只有幾十門對不對 他們也是吸毒 也是吸毒的 所以吸毒以無性主權為主呢 吸毒就去盜墓 那其實都差不多 是用相同的一個手法 同樣的手法 然後呢 但是你說啊 有沒有報應 有報應 為什麼 他們盜墓 他們盜墓怕人知道對不對 還故意把這個墓碑給卡掉 你知道為什麼要卡掉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習俗 抓緊之後就卡掉 所以他要故意塑造說 這個人抓緊的 所以才被破壞 不是盜墓這樣子 那風水先生是講說 你要這樣做對不對 更傷應得 所以你一定要報應 報應 說得也很好玩耶 四個裡面 有兩個人暴斃 兩個人暴斃 一個是要被逮捕前一天暴斃 一個是逮捕他 隔沒兩天突然間暴斃 而且這個無性主權呢 自己本身是得逞以後 拿了很多東西 很高興呢 換了錢 然後呢要跟老婆去泡溫泉的時候 就離婚啊 離婚 完結完結了 那就離婚 離婚以後他就被抓到 然後他就暴斃 你知道嗎 然後另外另外還有等於說 去他們有跟警方在偵訊的時候說 甚至於他們在挖木的時候 曾經挖到一個女孩子的木 結果挖到一半 在下面那個人突然間說 快走跪啊 他說你是去看到跪是嗎 結果沒想到那個跟他說 你旁邊你旁邊 他一看 旁邊一個女的蹲在旁邊看他們 你知道嗎 那意思就是說 你們在我的家在幹什麼 兩個人嚇一跳 所以這個案子 當時會破案的時候 兩個暴斃 還有兩個對不對 其實啊 那個在逃的這個誠信嫌犯 當時是自己叫鬼 嚇到 自己走進警察局 投案的 其實我們常聽老一輩人講 對王者不盡 一定就會有報應 但是到底有沒有這個鬼呢 其實大家是見仁見智 那當然在台灣 有很多的傳說 包括一些鬼故事啦 或是一些靈異的事件 但大部分其實都跟山區 好像有點關係 是不是老師 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 就是在發生在那個壁路山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詭異的一個事情 當時就是有一個銀行的經理 他去跟兩個一對夫妻 去爬這個壁路山 那當時他是在這個失蹤的 他失蹤的時候 他最後他那對夫妻 有幫他拍張照片 拍完之後那個夫妻要去煮飯 結果沒想到 他就在這林道說 我再走一走 他就是這樣失蹤了 失蹤之後 後來可是他拍的那張照片 就是有出現了一個這個女生 這也就是這個 當時拍的照片 對當時他們那一對夫妻 幫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經理拍的那個照片 那你知道這個事情 其實喔 那發生了 經過非常的嫌疑 當時就是最早是一個叫 老山羊 他這個他是去 他也是去爬 在他們之前去爬這個壁路山 那他也是在那個壁路山旁邊一個公寮 那他是 他那時候當時是一個人自己獨自去爬山 那他那天下午的時候 因為公寮就是他一個人住在那裡 那他下午的時候 他就要拿那個他的器材去煮麵 煮飯 那沒想到他在那邊煮麵煮好之後 他要回去他的進宮堯拿那個網筷 一轉身 突然就看到一個女生 站在他旁邊 哇他嚇一跳 你知道嗎 他倒腰他也想要吃啊 對啊 他說欸小姐 因為你知道荒郊野外 而且那種 那種那麼偏遠的地方 是不可能有 不可能有人就這樣 出現一個女生 然後他看到那女生 就背一個小背包 他說欸 你怎麼突然今天來這邊 那個女生就說 我是來這邊 要找一個地方 然後他看一看那個女生說 他就拿那碗筷出來 就問他說你要不要吃 要不要跟我一起吃 那女生就說不用不用 我自己有餅乾 那女生就拿自己拿餅乾出來 在那邊吃那餅乾 那那個老三養就跟他講說 欸那你來這邊 那你今天晚上要住哪裡 他說我要住在這個公寮裡面 然後他心裡想說 可是這個公寮就是這一間小小的嘛 姑娘管你我們怎麼共存一室嘛 對對對 然後他就跟這個女孩子說 那我也要住這邊 那我們這樣怎麼睡 然後那個女孩子就進去之後 看一看就跟他講說 要睡住在一起沒有問題 可是你一定要把他隔起來 你一邊我一邊 還好那個老三養他有帶那個外帳 他就把他隔起來 晚上的時候 他就點了那個銀燈 然後那女生睡一邊 然後他睡一邊 那他就在跟這個女孩子在那邊聊天 然後跟他聊聊聊的時候 然後他透過那個銀帳 因為那個那個外帳 他有點一個燈嘛 他就雖然應該聊天 可是他一直在注意 這個女孩子的動作 然後他想說 這個女孩子到底怎麼會 一個人來這裡面 他對他就是一直覺得 對警戒的一個心理 沒想到他在跟他聊聊 後來那女生突然間坐起來 坐起來的時候 他就是用他的手 把他那個頭移動了一下 哇 他整個人嚇到跳起來 跳起來的時候 然後他就很害怕 然後就躲在那邊 躲在那邊的時候 那後來他就一直看那女生 後來女生後來又躺下去了 躺下去了 然後他嚇到後來 快跑了吧 沒有 他就一直注意那個女生 後來他很累了 就睡著了 那隔天醒來的時候 那女生不見了 不見了 然後他就說 把外帳拆下來之後 一走出來 那女生又站在外面 然後還掰著她包包 然後他說 他就問這個小姐說 你來這邊到底要幹嘛 他說我是要找一個 他夢境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有瀑布 有一個平台 他說你講的這個 就在裡面 在裡面 他說我帶你去 他就很耐心 他還敢帶他去啊 昨天晚上不是已經嚇死了嗎 對 因為他很熱心 然後他就帶他進去 然後進去到裡面的時候 哇真的有一個瀑布 那女生一看說 對對對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他說那你來 那個老三有問他說 那你來這個地方要幹嘛 他說我來這個地方要休息 然後他就 於是他就 就坐在那邊 不理他了 然後那個老三就心裡想說 這麼深山的這個林道 你一個女生在這邊 非常危險 那他就好意 你知道嗎 他說那我把我身上的那些裝備 就是有帳篷 有那個 身上有東西都給他 對我全部都送給你 然後他就跟那女生說 你自己一個人在這邊要小心 因為他要去爬壁路山了 那於是他就走了 他把東西都給他 那他走的時候 那時候他 可是他準備要上山的時候 發現說 他的所有裝備都給他了 他自己也沒有 他也就不想爬 他就好那我就下山了 回家了 回家了 然後他走那個林道 走走走走走 你知道那個林道走出來的時候 就接那個中橫公路 在那個大雨嶺隧道那個公路口那邊 他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出來的時候 在那隧道又碰到那個女生 又看到那個女生 對 他不是在修行嗎 對他不是坐在那邊 而且他也沒看到他超過他 而且是一條林道 他怎麼怎麼 那個女生又出現 然後他說 你怎麼又出來了 然後他說 那個女生就跟他講說 我還有心願未了 我要先下山 我改天會再上來 然後他就看著那個女生就走了 他自己也搭車 就回去台北了 那要回去台北之後 你要隔了三個月 他其實他心裡 都一直電視那女生 他一直想說 這個女生到底有沒有上去 那這之後他就 約了他的學弟學妹 準備再上山 他是準備去找那個女生 然後那三個月之後 他們就上來 那上來之後到下午之後 他們就 也是一樣住在那個公寮 公寮裡面 然後他就帶學妹說 我帶你們去那個瀑布 他其實是要去看那個女生 有沒有來 結果他去那個瀑布的時候 哇 那個瀑布竟然不見了 瀑布不見了 因為在上個月 竟然出現了一個 就是說颱風來你知道嗎 發現了大 就是大風塌 那整個瀑布就不見了 那瀑布不見了 他發現他也找不到那個女生 可是太詭異了 因為他送給那女生的那些東西 東西 他還在 裝備還在那裡 而且他竟然把他網筷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他的那個什麼 氣化爐什麼 把他排成一排 結果他看到這些 他表示說 這個女生確實後來有來 而且這個有動了 他的這些東西 只是說他不見了 到底是被那個什麼 土石麻衝走還是怎樣 於是他在那邊找不到 找不到 他們就要撤退回那個公寮了 那他們回在公寮的時候 在路上碰到了 就是當時這個銀行 這個經理跟那一對夫妻 他們就是剛好碰到他們來爬山 那他們跟那一對夫妻 就跟他們講說 我們今天本來打算要住在公寮 可是公寮已經被你們這一群學生 站走了 那我們在旁邊搭帳篷 那這個也就是這樣子 這一對夫妻 他就是這樣碰到這個經理 那隔天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上去了 隔天那邊開始爬壁路山 結果在爬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間下大雨 下大雨他們就趕快撤下來 那撤下來的時候 就看到怎麼好多警察在這裡 還有搜救隊 他們說怎麼怎麼回事 出狀況 原來那個經理昨天晚上失蹤了 他們就去報案 那些那些警察現在開始 一直在找那個經理了 那你知道他們也好心 要幫忙找這個經理 那他們就找了 找了兩天找不到 那他們就先回台北了 那搜救隊繼續又找一個禮拜 那找一個禮拜之後 就因為一直都沒找到 就宣佈就是說 他們就搜救隊開始就回撤了 那回撤了之後 那再隔了一個多月了 那個老山羊一直 還是在想著那個女孩 對因為他沒有登頂你知道嗎 他還是想要再去爬山 那這次他又再帶一群學弟妹去爬山 那這一次他們準備要從別的地方 要往上攻 那他們在上山的過程當中 怎麼突然間那邊學弟 有看到一個對面的山 山壁的一個大石頭 躺了一個人 然後他們就覺得好奇怪 然後他就用那個什麼望眼鏡看 望眼鏡看一下 可是說看 明明看有一個人躺在那邊 可是你望眼鏡看 看不清楚 然後而且那望眼鏡既然沒有壞 看別的地方很清楚 然後可是看那個人就是很模糊 那他們就對這個人一直喊 然後感覺好像一個人 他是躺在那邊睡覺 可是他都一直沒有回應 所以他們就趕快下山 那下山之後 他們就去那個大玉營派出所報案 趕快看那個人到底是那個女孩 還是那個經理呢 對他就有一個人 他們就跟警察說 他們發現有一個人躺在那邊 然後搜救隊 那個警察就派搜救隊開始來找 就搜救隊一看的時候 哇糟糕 那是一個大絕壁 然後一個巨石 一般人都下不去 下不去 那個人到底怎麼下去了 他們你知道那時候 就對還拉繩子下去 拉繩子下去的時候 哇 一看到是那個經理 是那個經理 他躺在那邊 然後可是他們本來上面看的時候 是一個人躺在那邊 嚇到那邊說 既然是一堆白骨 已經變成白骨了 變成白骨了 而且鬼鬼的是他的那些裝備 他的那些什麼 證件啊 還有他什麼 既然在那邊排了一排 也是很整齊排這一排 真的排一排 然後搜救隊要把他拉上來的時候 搬不動 一直都搬不動 後來他們還請那個 他們上面的人 再丟一些金索下來 燙燙了 燙燙也拜拜 那你知道這個經理 這時候已經被找到了 對 那搜救隊 他們就回去警察局 那個大玉林派出所去做筆錄 那做筆錄的時候 他們就跟他講說 他們也通知這個銀行經理的家屬 跟他講說找到了 他們哥哥連夜趕過來 那這個老三養在做筆錄的時候 這時候有一個比較資深的警察 剛好休假回來 然後他說 一聽說這個經理找到 他說這個太奇怪了 因為當時你知道嗎 他們說 他們在那個那一對夫妻幫他拍照的時候 就是現在看的這張照片 他說其實這一張 當時就拍到一個下面 對 他就說我們當時就覺得這個案子很奇怪 就出現這個 就多了一個人 然後呢 那時候老明亞說 那照片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然後後來他把那個照片拿來看的時候 哇那個老三養嚇一跳 因為那個照片這個女生 之前他遇到的那個女生 就是當他在公寮遇到的那個女生 嚇死了 他就覺得很害怕 然後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那更可怕的是 當時他的家屬也趕過來了 趕過來說 看到他們都在看那個照片 那個那個家屬那個哥哥他也說 他也在看那拿那張照片看的時候 哇他也嚇一跳 他說你知道當時那一對夫妻 他他的那個弟弟失蹤的時候 那一天他夫妻其實就打電話給他說 你弟弟已經就是說在林道失蹤了嘛 他那一天晚上有做夢 夢到說一個老太婆簽了一個女孩子來找他 然後就說我的 他說他老老婆跟他講說 我的女兒要嫁給你的弟弟 然後他就說 他就跟他講說不行不行 他說我弟弟已經結婚了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女兒就他那個 他簽了那個女兒 就是現在照片出現了這個人 所以是那個經理的哥哥夢到 就是夢到老太婆帶著這個小女生 帶著這個女生 說要把他的那個女兒嫁給他 你知道嗎 整個事情發生到這個過程 非常非常的離奇 那那個老三亞也覺得說 他當時為什麼會碰到這個女生 那這個女生到底是人是鬼 到現在對他來說都是一個謎 對啊其實聽到這些真的是毛毛怕怕的 不過只要心存善念 其實很多事情其實都不用怕的 不過我們現在要擔心什麼 就是中共的威脅 因為我們知道九三他們大閱兵的時候 展示了很多新式的武器啊 那當然大家就說他們這些武器 到底是不是針對台灣而來 而台灣到底有沒有反制能力 那加上這幾天台灣正在舉行這個 漢光31號演習 究竟我們這整個演習的內容 應該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用呢 好的那個我們台灣每一年 其實都會辦這個漢光演習 這個漢光演習 其實他本身是等於是要驗證 台灣這個國土防衛作戰所需嘛 也就是今天如果模擬的攻擊軍 來攻擊你 那你要怎麼樣 那個防守軍要如何來防衛 那當然整個這個漢光演習 他每一年的這個過程 大致上其實都很類似 都很接近 那因為我們知道 今天那個九三大閱兵的時候 其實中國大陸的確 展了好幾款新的這個地對地飛彈 包括像東風15C 還有東風16等等 這種飛彈其實在台風防衛作戰中 對我方的壓力的確真的非常的大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短程的地對地彈道飛彈 而且他的數量又非常的多 雖然說他現在有1400枚 你不可能馬上1400枚刷通 全部都飛過來 那是不可能的 他是要分批分波 那個分批式這樣發射過來 但是你就算真的分批發那個 多波斯发射过来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件非常新波士 对 你看 我们现在这边有个影片 是当年那个什么 当年那个第二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你看一架波斯 那个伊拉克空军的这个运输机 你看哦 它就摆在机场上空 机场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有像那个 那个精准导引武器 你看 砰就炸到 就炸到 直接炸到了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现在战争中的这种精准导引武器 包括镭射标定的武器 包括GPS定位的武器 还有包括像大陆 他们现在研发的东风11 东风15跟东风16 这种短程的弹道飞弹 它都具备了像刚刚那样 精准打击的能力 像刚刚你看到 是一架那个飞机被炸掉了 但是如果说今天 它刚好是飞机的跑道 跟滑行道之间的一个交叉口 被这样的一个飞弹炸下去的话 那你的跑道跟滑行道 都不要用了 对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它今天 那个贪患的跑道数量 让我们的战机 没有办法起降的话 你飞机起飞怎么办 只好在空中 等着这个没有油掉下来 那通常他们的飞机 你看他们的飞弹来说 以目前他们现在 现有的能力 的确它基本上来讲 以瘫痪一颗新竹 像新竹那样大的空军基地 大概差不多18枚左右 18到20枚 对 就可以把这个机场瘫痪 因为它这个状况就是 它不但要把这个跑道 跟滑行道之间要炸断 就是在那个交叉地方 炸出个大坑 那另外跑道上 也要分成好几段 炸出好几个坑 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飞机 第一批起飞以后 那后面它其实要有 这个紧急抢救小组 那紧急抢救小组 要用那个快杆水 去把它这个 跑到这个洞 要填起来 然后才能够设法 再重新开设这个基地 那如果说 万一你这个跑道 抢修包的数量不够 因为它第一波 射过来之后 如果它再装弹的时间 你知道吗 就是它现在你看 这种短程地对地飞弹 发射之后 还要有时间在装 它在装弹 大概40分钟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的快杆水泥 杆的时间要 也要一两个小时 那对不起 你这一批的水泥铺下去 它另外一批的飞弹 已经发射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像 爱国者防空飞弹 或是我们自制的 天宫三型的防空飞弹 来拦截 你看现在这个就是 我们7月4号 这个湖口的国防展演中 这个天宫这个飞弹 跟爱国者飞弹 爱国者飞弹 它你看像这样的一颗 我们现在有爱2跟爱3 爱2的话这样一组大概4枚 然后爱3的话 这样一组是16枚 那但是呢 现在大陆它拥有的 这个弹道飞弹的数量 非常的庞大 有1000多枚 我们刚刚讲到 像以班的这种战术作为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要拦截一颗 拦截一颗的 打过来的飞弹 我们要发射两枚爱国者 两枚就对了 然后大概一枚 这个东风的飞弹的 那个造价 是爱国者飞弹的三分之一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花六倍的价钱 才有可能拦截到一枚 这个短程地对地飞弹 这个价钱差 当然是很可怕 但是你说我们是不是 就不要放弃 我们就不弄了 当然也不可能 因为如果你现在有了 这个自我防卫的力量 首先它这个发射了一波 你挡住一波 或挡住第二波 中间你就有办法 利用战机 去把后面没发射的飞弹 这把把它处理掉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既然它的首波攻击 是我们的东部的 这个西部的这些机场 新竹台中 嘉义 台南 钢山 还有屏东 这些机场 所以你看 这些机场 是在对方第一批攻击的时候 飞弹就会落下来了 以前我记得 我们在空军的时候 那时候飞机 如果一旦碰到这个状况 战机起飞以后 起飞也不回来了 你知道到哪里去吗 它执行完任务以后 它就到花莲或台东去降落 因为我们的花莲 跟台东有什么 你看就像现在这样的一个 像它那个嘉山机场 它其实它里面有一个 这个地下的这个洞库 它可以把这些战斗机 通通通通塞到这个洞库里面去 这个就是由花莲机场 转场飞 那个飞 那个滑到 那个嘉山机场 就花莲空军基地 跟嘉山空军基地之间 有一条大概快要四公里长的 这个联络道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那个飞机 就要从花莲躲到嘉山 或者说我们的飞机 就直接飞到这个嘉山去 那这个 这个洞库的机场 因为它本身 像嘉山机地 它就直接盖在山边 因为你 我们知道这个弹道飞弹 那个弹道飞弹 它本身是一个 那个抛物线的一个弹道 你就算它现在能够具备 有终端制导能力 你还是没有办法 克服这个 那个上天的 就是我刚刚讲到 这个自然的这个地形 这个避障 对不对 嘉山基地 它本身是有个地形 它离山很近 你飞弹飞过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 那个直接跨越山嘛 所以它这个战力 我们可以在这边 获得一个战力保存 所以 每年的汉光演习 很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 就是我们的战机 都要从东西部的机场 统统转进到嘉山 还有像那个 那个台南 那个台东的制航基地 都要把它放到山里面去 才能够不会遭到 敌方的这个飞弹持续性攻击 知名的作家张爱玲 在1995年的今天过世 其实他在世的时候 有著作很多广为流传的作品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历史上的今天 1995年9月8日 中国知名现代女作家 张爱玲逝世 张爱玲祖籍河北丰任 本名张英 后一入学需要母亲 黄亦凡以英文名 Eline E. Ing 一名爱玲 张爱玲出生名门 祖母李居偶是李鸿章的长女 受到了极好的教育 上海沦陷时期 陆续发表了《青城之恋》 《心经》 《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 震动《上海文坛》 1952年张爱玲以求学为名 离开中国辗转赴美 在美国期间翻译了清代 无语小说《海上花烈传》 又写了文学评论《红楼梦艳》 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 《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 她一生见证了中国 近现代史 漂泊于上海 香港 天津 美国各地 最后在美国定居 1995年 张爱玲因为动脉硬化 心血管病 去世于美国加州自家的公寓 享年74岁 中其一生 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极为崇高 堪称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 最杰出的一代大师 张爱玲的作品 我差不多都看过 很有特色 不愧为一代大师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